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霞 Sony Mobile 在 5 月 11 日 發表了最新一代的 Xperia 1 IV 旗艦新機 除了延續極具辨識度的外型設計 這次也再次強化了相機軟硬體 不但在望遠端方面 帶來了真正的光學變焦鏡頭 也將 Xperia Pro i 主打了 Video Pro 錄影程式 完成下放到 Xperia 1 系列中 同時後鏡頭的支援性也更廣泛一致 當然 Xperia 1 IV 還有許多新功能 那我們趕緊來看看 他跟 Xperia 1 III、Xperia Pro i 究竟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吧? 這次 Xperia 1 IV 的整體外型 同樣延續上代的方正風格 且材質一樣都是由正反面玻璃 結合上鋁合金邊框 同時還能看到正面持續採用 21.9 的螢幕比例 且都保留著不算太粗的上下邊框 而這也讓機身看起來較為修長 至於背面跟上代相比則沒有變化 不但維持著極簡的設計元素 背面玻璃也同樣採用霧面平整化風格 就連主鏡頭等配置也都擺在左上角 基本上很難從外表來分辨上下代 這對於一些朋友來說 可能會覺得外型有點單調、無聊、沒變化 但整體還是保有 Sony 手機的辨識度在 且極簡的風格也相對耐看 至於 Xperia Pro i 就比較特別一些 鏡頭不但擺在中間 廣角鏡頭看起來也相當龐大 且優質還多出蔡司經典的 Logo 再來邊框設計與配置 Xperia 1 III 同樣都是延續平整化風格 但這次設少了 像是 Xperia 1 III 的 Google 助理鍵 或是 Xperia Pro i 所具備的圓形快捷鍵 至於機身顏色 Xperia 1 III 共有三款色系可以選擇 包含了幻鏡子、冰霧白與夜色黑 接著給大家看一下基本的設計規格 這次 Xperia 1 III 維持了上代的尺寸 並沒有因為電池增加 以及望遠光學變焦鏡頭的關係 而導致重量與厚度變多 這點確實值得肯定 另外材質方面 雖然背面都是由康寧玻璃製成 但是提升為 Victus 版本 相較之下會更耐摔、堅固 而其餘則沒有太大的改變 至於感應器部分 三款都具備側邊指紋辨識功能 且都結合在電源鍵上頭 而其餘基本的感應器也都沒有缺少 再來看到顯示 基本上三款無論尺寸、材質、解析度 都是採用4K HDR OLED 面板 另外像是當中的色彩模式也都沒有改變 比方說標準模式 透過 X1 影像處理引擎 能強化影片、照片的畫質細節 以及帶來更討喜的色彩表現 而導演模式的色彩呈現 則是能幫助我們在攝影、錄影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畫面色彩失真的問題 除了以上都差不多之外 像是 120Hz 的螢幕更新率 以及 240Hz 的觸控採用率等等 這些也都有延續下來 但比較可惜的是 這次的 OLED 面板 並沒有加入 LTPO 智慧動態調節技術 在相對於 60Hz 的狀態下 120Hz 的耗電情況 預計還是比較明顯 至於進步的地方則是在螢幕亮度 雖然之前在觀看相簿、YouTube 的影片 有開啟影像增強技術時 以我的測試來說 最高亮度都可以到 800 尼特左右 戶外觀看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如果是瀏覽網頁就會大受影響 最高亮度只有 475 尼特 而 Xperia 1 IV 的亮度只有提升 50% 預計強光下的觀看性會改善許多 接著說到主相機 Xperia 1 IV 同樣採用三鏡頭設計 首先先看到廣角鏡頭規格 可以看到跟上代的配置一樣 同樣為 1200 萬畫素 並具備了 1.8 微米的單像素面積 而進步的地方則是在連拍技術上 可以看到無論是 Xperia 1 III 還是 Xperia Pro I 在進行每秒 20 張的高速連拍時 雖然支援自動對焦、自動曝光計算 但是 HDR 就無法進行作用 不過這次 Xperia 1 IV 則是還支援了 HDR 效果 這在連拍座位上 都能讓每張照片的明暗部更加平均 不再局限於單張拍攝 而如果要說廣角畫質表現 三款手機我覺得都很不錯 但 Xperia Pro I 會再更好一些 畢竟它的單像素面積更大 且還採用上蔡司和 TESR 鏡頭 這在之前的 Xperia Pro I 評測中 都可以發現到它的成像細節、銳利度 比起 Xperia 1 III 要好上一些 特別是視角邊緣也不會有糊調的狀況 再來追焦範圍也更廣泛 想了解更多這方面的比較 可以觀看 Xperia Pro I 的評測影片 接著看到超廣角鏡頭 三款都是採用同樣的硬體規格 都具備 1200 萬畫素 並支援 124 度的拍攝範圍 同時也都擁有 1.4 微米的單像素面積 以及雙像素對焦能力 而從過去的體驗中 超廣角的成像表現都很不錯 無論是烈焦都能保留住許多細節 但比較可惜的是 正是 Xperia 1 III 並沒有像其他手機廠一樣 交入微距拍攝的功能 不過還是有進步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次超廣角鏡頭的連拍技術 也向廣角鏡頭來看齊了 支援更快的高速連拍 且連拍中也具備 HDR 計算能力 至於望遠鏡頭 則是這次 Xperia 1 III 的重點改變 可以看到 Xperia 1 III 跟上代相比 雖然畫素同樣為 1200 萬 也一樣採用上前望式結構 但這次的望遠鏡頭 除了焦距更遠之外 還能進行真正的光學變焦 在 85mm 到 125mm 之間的焦距 全都是採用光學變焦的方式 還有這次最遠的數位變焦距離 也比上大還要更遠 來到了 15.6 倍 但比較可惜的是 單下速面積因為感光元件的關係 跟著變小 這對於夜景、低光源的成像畫質 預計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 不過在連拍技術上則有進步 速度提升到每秒 20 張 且還支援上 HDR 計算 從規格上都可以發現到 除相機的所有鏡頭 在連拍技術上都更為一致 至於其他相機技術 比方說 Sony 手機強大的追焦能力 包含用來捕捉人物、動物的即時眼部追焦 以及快速移動物體 也能拍得清楚的即時物件追焦 這些 Xperia 1 III 都有保留下來 而在拍攝模式則沒有太大的變化 一樣都具備 Photo Pro 程式 裡頭包含適合大多數人使用的基本模式 以及能調整更多參數的快門先決、全手動等模式 其他功能像是景深效果、柔膚效果也都具備 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主相機僅有純粹的柔膚效果 依舊無法自行來調整 且效果也比較清淡寫實一些 接著說到錄影規格 首先在內建的錄影功能中 這三款最多有三種錄影程式 比方說在 Photo Pro 中的基本錄影功能 主鏡頭最高都可以拍攝四個 HDR 24fps 的影片 同時也都支援了影片防震功能 而這次 Xperia 1 III 在望遠鏡頭部分 除了原本就有的光學防手震技術之外 也跟廣角鏡頭一樣 加入了 Fullerless Eye 的電子防震技術 能更有效減少夜晚影像抖動的狀況 再來第二個則是 Cinema Pro 這個程式主要是讓大家 能夠更輕鬆拍出如電影般的影片 除了採用 21.9 拍攝比例外 也能夠採用八種電影風格的濾鏡 且可以設定的參數 像是快門、對焦、ISO 等等都可以調整 那麼這次 Xperia 1 III 比較大的提升 這次所有後鏡頭都能夠支援 4K HDR 60fps 跟 120fps 的錄影制規格 就是因為三鏡頭的感光元件 都具備了 120fps 的高速讀取能力 也因此才能達到這樣的技術 二號兩款則是僅有廣角鏡頭支援 那麼在 Xperia Pro i 所加入的 Video Pro 程式 這次 Xperia 1 III 也有延續下來 不但錄影解析度最高能到 4K HDR 120fps 許多參數也可以選擇自動判斷或是自行調整 兼具便利性以及多功能操作 同時錄影還支援了眼部追蹤對焦以及物件追蹤對焦 都能有效提升物體移動時的清晰度 而這次 Xperia 1 III 的提升主要是 後鏡頭都支援了 4K HDR 60fps 跟 120fps 規格 以及採樣的後鏡頭焦段 從超廣角、廣角一直到望遠鏡頭 都可以在錄影時進行無縫過度變焦 這在日常錄影時都會更加便利一些 接著這次還新增了動態範圍功能 裡頭有標準以及寬選項 如果選擇寬選項 就能夠讓畫面的明暗部更加平均 這對於逆光場景會滿有幫助的 再來還加入了串流直播的功能 能夠透過 Video Pro 即時直播到影音平台 同時也可以像 Xperia Pro i 一樣 搭配全構配件、藍牙拍攝握把跟外接螢幕 讓生活紀錄上更方便一些 想了解更多這方面的應用 可以觀看 Xperia Pro i 的評測影片 但比較可惜的是 Xperia 1 III 的機背並沒有第三顆收音麥克風 無法像 Xperia Pro i 一樣 如果想要讓採訪者的聲音更突出 就可以設定成指向式來收音 另外也少了自定義快捷鍵 至於 Xperia 1 III 雖然可以透過網路下載 APK 檔來安裝使用 但還是有很多功能受限 甚至調到不支援的影格後 還會直接結束程式 因此喜歡 Video Pro 的朋友 建議以其他兩款為主 接著說到前相機規格 從 Xperia 1 之後都沒有改變了前鏡頭硬體 這次終於有了非常大的進步 可以看到畫素提升到 1200 萬 與主鏡頭的畫素更加一致 除此之外這次的感光元件也有加大 這時的單像素面積增到 1.25mm 這對於夜景自拍的畫質表現 預計會更加紮實、乾淨 區域模式也同樣具備肖像自拍 能夠調整像是扇景、柔膚、戴眼等效果 而這次進步的地方還有錄影方面 在 Video Pro 中也支援前鏡頭 可以看到這次前鏡頭不但多出 4K HDR 30fps 也能錄製 1080p 的 HDR 60fps 格式 加上更大的單像素面積 預計影像畫質、清晰度都會比上代好很多 同時藉由 Video Pro 的 App 也可以使用即時直播的功能 那麼在音訊硬體方面 Xperia 1 III 基本上跟其他兩款差不多 一樣搭載了全段式立體聲雙喇叭 也保留了 3.5mm 耳機孔設計 這也是現在旗艦機少有的硬體配置 再來也支援了高解釋音訊輸出的能力 至於其他音效技術則差不多 像是 360 Reality Audio 的音訊解碼 以及之前被稱作 360 Special Sound 現在則是改成 360 UpMix 它能夠讓左右立體聲 模擬出 360 度的聽覺效果 還有杜比全景聲 DC Ultimate 升頻技術 這些也都延續下來 而這次根據官方表示 喇叭的單體有再度強化 預計可以帶來更明顯的低音效果 再來 Xperia 1 III 還帶來一款 新的 Music Pro 程式 就像是一個小型的行動錄音室 能夠拿在手上隨時錄製聲音 透過多音軌設計 可以把人聲、樂器聲或是伴奏音樂 直接混音成一段歌曲 適合喜歡自彈自唱、人聲錄製的朋友 當然錄製人聲多少會有噪音 但只要利用 Sony 的 Studio Tuning 技術 除了有效降噪之外 也可以讓人聲聽起來 像是利用電容式麥克風所錄製出來的音質 不過這項雲端處理技術是需要付費的 但音樂錄製跟剪輯則是免費使用 最後看到硬體部分 Xperia 1 III 採用 Android 12 系統 並搭載了高通今年的旗艦主義器 S8 Gen1 而其他兩款也都能更新到 Android 12 至於效能如果依照高通的數據來看 S8 Gen1 比起 S888 CPU 效能提升20% GPU 效能提升25%至30% 不過數據是一回事 能唱時間維持高效能 還是得看手機本身的散熱結構 以及處理器本身的實際體驗 但以我的體驗來說 日常使用都不用太過擔心 至於 3D 大型遊戲 像原神這類相對耗能的 3D 遊戲 溫度上升情況滿明顯的 有時候還是會影響到遊戲體驗 但順暢度依舊會比中階機好上不少 如果有玩遊戲需求 旗艦機還是首選 應用方面 Xperia 1 III 也有支援遊戲增強器 想了解這方面的應用 可以看 Xperia 1 III 評測影片 而這次主要是新增了 YouTube 即時串流的功能 能夠透過遊戲增強器 直接將遊戲畫面給直播到 YouTube 頻道 至於其他硬體規格 Xperia 1 III 提供了兩種版本 記憶體一樣是 12GB 儲存空間只有 256GB 跟 512GB 選項 並且都保留了記憶卡擴充的能力 那麼這次電池終於提升到 5000mAh 也有無線充電跟無線充電分享技術 而 Xperia Pro i 則是少了無線充電技術 至於續航表現 如果從國外媒體的數據來看 確實有非常大的進步 也算是跟上大多廠商的腳步了 那麼在連結規格方面 這邊就簡單帶過 Xperia Pro i 支援更快的高速傳輸規格 其他重點功能則是 Xperia 1 III 更新後會支援藍牙低功耗音訊 有助於減少藍牙連結的耗電量 至於 NFC、DP 輸出功能 這些三款都具備 而在 5G 通訊規格中 向官方詢問之後 這次 Xperia 1 IV 確實支援 5G 加 5G 的雙卡雙待技術 也都支援台灣目前已開動的 5G 頻段 目前 Xperia 1 IV 已經在台灣上市 建議售價依照不同的容量 分別為台幣 36,990 元以及 39,990 元 跟一些說明書 有需要充電頭的人就得額外花費購買 至於三款該怎麼選擇呢? 如果預算夠了朋友 建議直接選擇 Xperia 1 IV 畢竟螢幕亮度提升許多 希望表現也有進步 再來主相機連拍還支援了 HDR 計算 還有主鏡頭都可以錄製 4K HDR 60fps 跟 120fps 重點是前鏡頭也升級了 光是這幾點就滿吸引人的 至於價位差不多的 Xperia Ball i 除非你很重視廣角鏡頭畫質 以及錄影時的收音多樣性 不然我覺得選擇 Xperia 1 IV 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的預算在 3 萬以下 Xperia 1 III 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目前跟 Xperia 1 IV 也是有一定的價差在 那麼以上的資訊就給大家作為參考 最後要問你們看影片介紹後 你會選擇哪一款手機 以及對於 Xperia 1 IV 有什麼樣的想法? 別忘了在影片底下發表你的看法唷! 我也有uju 我回來了先輕的 幻 slo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